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将会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 深圳市内加强保安 重要会场都有警员把守 黄宝盈在深圳报道 前海国际会议中心所在的自贸试验区 附近的每个路口都有交警把守 会场的几百米范围内不让车辆进入 华翘城周制大酒店多个出入口被封锁 又大批交警把守 门外停泊了多架旅游巴 酒店早前向客户发信 话认政府专行接待要求 10号到14号期间暂停对外营业 禁止任何外部人员进出酒店 莲花山公园也有无警车巡逻和驻守 公园外摆设了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致阳 原来就挂满国旗 习近平在十八大上任之后的首次南巡 就曾经在这里向邓小平同胀献花 他前年年底也都到过深圳考察 当时提到深圳要弘扬 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国务院昨日公布改革深圳的五年方案 提出要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 更多自主权 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新格局 推动更高水平的深港合作 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 创建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于1980年 按照惯例 最高领导人都会出席深圳特区的逢合庆典 有声电视机长 我们每迎深圳报道 林郑月娥会率领六个官员到深圳 出席星期三的庆祝大会 包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藏身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而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特首办主任陈国基 也会随行